中国大陆这一段时间是陆续爆出石油邦成员遭到调查的消息 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那么随着中石油集团系统四名高管人员相继被拘 最近又传出原中石油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因为涉嫌严重伪计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 9月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免去蒋洁敏国资委主任一职 有分析认为此番调查老头不仅指向前中共常委周永康 还牵出了作为江系一派幕后总军师的中共高层曾庆红 香港明报报道 蒋洁敏被视为石油邦的所谓新兴之一 掌管的石油国企市值高达人民币数十亿 而他的升迁主要靠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提携 报道指出曾庆红被视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 与周永康在石油邦都曾工作超过30年 而曾庆红是所谓石油邦的幕后龙头 港媒传出的对曾庆红不利的消息 我认为这不是现在中共高层立刻要动曾庆红的信号 它仅仅是中共高层在全力处理周永康的时候 在向曾庆红发出警告和不要轻举妄动的一种信号 据外界观察分析曾庆红是江泽民集团幕后的总军师 他策划了江派阵营的大部分重要政治行动 2002年上半年江泽民面临在中共十六大可能退位的危机 让他非常不安 此外政界主席李瑞环也是江的一块心病 李瑞环不仅在哪里都或明或暗地敲打江泽民 最让江泽民担忧的是李瑞环没有公开发表过迫害法轮功的言论 而江泽民是力主迫害法轮功的 曾庆红向江泽民宪策 磨划了政治局委员七上八下的党内潜规则 也就是政治局委员67岁还可以留任 到68岁就必须退休 迫使李瑞环下台 在十六大会议上 曾庆红和应该退休的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突然提出特别动议 让江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 继续幕后掌权 一年多来 香港青年关爱协会干扰法轮功学员 讲真相的事情不断传来 而曾庆红是幕后的支持者 据了解 曾庆红授议中共地下党员 香港特首梁振英 暗中扶持清官会成员 不顾警方劝告 经常干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活动 他一向都是江泽民的军师 很多时候就是在江泽民不出来 应重成植物人这段期间 很多搅局的运作都是曾庆红在统帅 江泽民干的那些坏事 应该是他每间都有他的份 那么中共当局在抛出周永康的同时 是否也把曾庆红作为大老虎来打呢 从现在习近平所谓反腐的实际的运作来看 已经进行到了周永康 至于未来会不会动曾庆红 可能会根据需要和局势的发展而定 之外 外界还没有看到针对曾庆红的太多实际性的动作 此外 夏小强还指出 习近平阵营反腐打大老虎 除了为清算参与政变计划的博党人员 稳固自己的权利等政治因素外 他认为中共之所以拿石油帮开刀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为了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经济改革开路 因为目前可能造成中共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 李克强的经济改革 要触动的恰恰是周永康 曾庆红 江泽民这些人的家族利益 因为他们这些家族 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 曾庆红跟江泽民和周永康之间 有密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瓜葛 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 夏小强猜测 曾庆红已经出现危机